要不就说德文猫这玩意真不是人养吧 德文的爱是让你窒息的爱 德文猫的陪伴就像狗一样 有些狗你就算叫总有一叫 然后不瞄你的 但是德文猫这玩意喊一声 它们屁颠屁颠就过来 不过其实你也不用叫 它基本上除了吃喝拉萨 全都挤在你身上 不管你是要它陪吃 陪睡 陪聊 情绪价值能不能给拉满 我们是不知道了 但它们绝对是个合格的三陪小伙伴 包养它们只需一碗猫粮就够了 在网路上有个人想不开 一下子买了好几只德文猫 这些德文猫全都想陪它睡觉 结果就导致它完全睡不好觉 后来没办法 它决定把自己关起来了 可以说如果你空虚寂寞觉得冷 孤独症患者很适合养它们 德文猫这玩意也不完全都是缺点 跟其他猫的毛量比起来 它们几乎不掉毛 就是一个很大的优点 要说缺点 就是你看到好看的衣服 可能会满爆 喜欢cosplay的小姐姐小哥哥 那肯定会玩嗨了 自己不敢穿的稀奇古怪的衣服 全往它们身上招呼 最后如果真的想不开的本层蝉使官们 就想被这种猫虐待一下自己 或是想体验一下身上长猫的感觉 你可以联系我们宠爱德文卷毛猫社 每个小朋友品质优良 健康强壮 重点 阿公家 什么毛色 品项都有哦 不管纯黑纯白的 还有这种开脸小兵式 海豹巧克力 我般blablabla 全都是图好壮壮 钻石炼大耳阔 泡面卷爆毛 我们全色系都有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